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 黑市价格已经炒到了20万 这样一来 因为各种原因 想要卖肾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但是卖肾不但对卖肾者身体 造成巨大伤害 还会给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 政府也在为此加大了 对此类事件的监管力度 江苏省警方前段时间 就破获了一起 圈养活人卖肾的案件 这调查呢 这是一个利用互联网 进行违法犯罪的团伙 团伙的同工魏某等人呢 在网上发帖子 征招急需用钱的网民 然后呢 就把这些人集中起来 统一住宿统一化验 再通过网络 联系买家和手术医院 组织他们出卖肾脏 那直到警方破案之前的 这个团伙共组织了12次交易 其中呢 有一人呢 还远赴印尼买肾 目前的警方已经将 魏某等16人犯罪 嫌疑人的是抓获了 并且成功的解救出 20名卖身青年 可能是因为儿子 也想卖身的缘故 袁国华的父亲 也关注了这个案件 在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袁国华的父亲 由于脑血栓 已经神剂不清 他说话已经没有重点了 但是在他嘴里 总会不自觉地重复 不能卖 买了要不得 我听说过 买了都完了 袁国华的父亲 已经神剂不清 在他看来 袁国华是家里 唯一的男人 是他和妻子第六胎 才得到的儿子 他们整个家庭 还得靠袁国华 现在爸爸身体 知道样子了 你也不能卖身了 爸爸在里面 很像你 求你为好 我们家的 那个心装 都很快要夸了 就靠你这个 就靠你这个男人 做主了 我和你妈妈 就靠你了 当然是 你也一定要听爸爸的话 父亲因为身患重病 所以在刚才 跟我们记者的对话当中 他的言语 不是那么地清晰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 看得出来 父亲的那份 深深的挂念 我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 看到现场 很多的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的各位老师 都很触景生情 但是我看到国华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眼神里面 都是冷漠 因为我说 你的爸爸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的家庭 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你怎么可以 这么冷漠地对待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因为我现在 什么都做不了 我就说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告诉我 哪些事情你做不了 比如说工作 现在谁照顾 你父亲的身体 拍得吃 喝 拉 撒 撒 谁来管 基本上是我妈 你呢 我在外面 在干嘛 因为我因为 这个事情而纠结 我基本上 没有 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能力和精力 所以这是谁的问题 是你不能为你父亲 做什么 还是你不愿意 为他做什么 不是不愿 而是没有能力 去做这件事情 你有能力啊 你有能力赚钱 来替家里还债 你有能力来帮助你妈妈 一起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这些都是你有能力 并且做得到的 一个23岁的小伙子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我 我现在 我去找工作 然后人家对你外貌怎么 你不找工作 你在家里伺候你爸 你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我有自己的人生方式 我有自己的人生 我要 你的生命是谁给你的 是我父母 但是我还是 我刚才说过 虽然说我们不可以 天生选择自己的父母 但是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有自己的理想 我有自己的梦想 当然说这理想同时 我也会 可能会照顾好我的爸妈 所以你认为现在 你的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你没有帅的面孔 你就找不到工作 因为要有帅的面孔 所以你要求一笔钱 只有把你自己的部分完成了 你才可以想到你的爸爸 跟你的妈妈 他们排在你自己之后 对不对 至少来说到目前 我会这样说 如果说真的到最后一步了 我也可能会放弃 我们刚才在现场已经说了很多 可能还是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无力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